好 我們再來看到是產業結構 跟臺灣很相似的南韓 兩國經濟的發展模式也是雷同的 而且也並列了亞洲四小龍 但是英國金融時報最近就指出 南韓過去數十年來締造的經濟奇蹟 現在似乎要走向終點了 其中有什麼是指的臺灣借鑒 或者是警惕的呢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 最新公佈的資料 如果以購買力評價為基礎來計算 人均國內生產毛額 也就是人均GDP 南韓是五萬九千多美元 比起日本的五萬四千多美元 高出了一截 這個數字能夠看出 一個國家的人均購買力 而購買力通俗來說 就是代表生活的水準 是貧窮還是富裕 我們把時間拉長 南韓人用購買力評價計算的人均GDP 那麼南韓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是藍色的 其實早在二零一八年 就已經超越了日本 日本我們看到是白色這條線 南韓從一九六零年代 開始高速的工業化 在一九八零年代之後 又轉向了高科技的製造業 帶動了經濟起飛 生活的富裕水準 就跟著大幅度的成長了 那目前已經遠遠高於全球平均的兩萬美元出頭 還有開發中國價平均不到兩萬美元 也就是黃色跟綠色的這條線 不過相對於美國也就是紅色這條線 南韓跟日本的人均GDP還是落後了許多 那在一九八零年代以來 南韓在半個世紀之內 那麼就從一個貧窮的農業社會 進化到科技強國 那金融時報到底為什麼說 他的經濟起飛奇蹟已經結束了呢 我們帶大家看一下 這是南韓的GDP的成長率變化 而圖上的橫線黃色的這條線 代表的是每十年平均的GDP成長水準 所以我們可以觀察到 在一九八零年代之後 這個平均成長水準 一直都在逐步的下滑 一九九零年代末期 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 而且跨過了千禧年 進入到二零一零年代之後 已經降到了一九八零年代的三分之一 左右了二零二零年之後的十年 平均成長率預測會進一步 放緩到百分之二點一 而在下一個十年 這個成長可能就會接近停止了 因為南韓依賴的石化等重工業 還有勞力密集的製造業競爭力 都在逐漸的消失當中 科技創新又被中國給迎頭趕上 所以南韓想要再度舉起 只能推動經濟的轉型 現在南韓政府不惜重金 在首爾附近打造半導體的超級聚落 就是轉型的努力之一 我們再來看一下 整個東亞都在持續加深的人口危機 也會使得南韓既有的經濟模式 無以為繼 因為越來越多人選擇不婚不生 南韓的生育率已經是全球最低了 但真的是一滴還有一滴 接連好幾年 南韓的生育率都是創造性低的 這就會使得二十歲到六十四歲的勞動年齡人口不斷的減少 也就是黃色加上綠色的區塊 逐漸的變小 到了二零五零年 預測整體的人口會大減將近百分之三十五 使得南韓的GDP規模就會跟著萎縮接近了三成 同時六十五歲以上的高齡人口 也就是我們看到白色的區塊就會大幅度的增加 南韓很快就會進入超高齡社會 南韓政府面臨的社會福利負擔 還有目前就已經很嚴重的老年貧窮問題 可能都會持續的惡化下去